中国大陆的四名维权律师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 被黑龙江建三江警方殴打至肋骨骨折的事件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那么被打断八根肋骨的江天勇律师呢 在获释之后仍一直遭到国保的控制 5月9号江天勇律师终于是有机会发声 他披露了自己在被关押期间被酷刑折磨的经过 江天勇表示 中共一直把法律当成是工具 想打击谁就打击谁 用暴力制造恐惧已经完全疯狂了 代理建三江法轮功案件的江天勇、唐吉田、王成、张俊杰 四位律师3月20号陪同受害人及家属 前往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石梦昌、韩淑娟和蒋新波等人 3月21号早上 约20名警察把他们强行绑架和暴力殴打 他们四人还被构陷罪名刑事拘留 张俊杰被拘留5天后释放 检查出被打断三根肋骨 4月6号江天勇等三位律师才获释 回北京后 江天勇一直受到北京国宝的所谓重点保护 电话也被做了手脚 江天勇回去多天后仍然感到全身疼痛难忍 他到医院检查 结果一切正常 4月18号江天勇再到天津做CT检查 22号结果出来 发现他的八根肋骨骨折 江天勇说他从3月21号被抓捕到获释 期间多次遭到警方的暴力殴打 被抓当天早上 他被塞到警车的后备箱带到警局 当晚7点江天勇被警察反手靠上手铐 戴上黑头套 架出审讯室 戴上黑头套 戴到另一间屋子 把我弄到里面 从后面中那个手铐穿着 链子还在绳子拉着就掉起来了 掉起来之后就对我进全脚踢 踢我的腹部 踢我的胸部 非常的残酷 一脚下去 就完全不能产生 身子立即又缩到一趟 就这样持续的踢 大概五六个人一起动手 江天勇说 他们边打边问话 一句话不合他们的意 就往死里打 江天勇被打得全身冒冷汗 身上的保暖内衣和外面的衣服 全部湿透了 22号凌晨 他从钓铐中被放下来后 整个人都瘫了 被几个人嫁回了审讯室 然后就过来扣我的两个尾骨 对我拥有欧打 江天勇说 这期间他已经被折磨的 整个人都模糊了 唐吉田和王城律师获释当天也讲述了他们受酷刑的经历 唐吉田被殴打至十根肋骨骨骨折 还被警方威胁挖坑活埋 活摘肾脏 罚款十万元 以及送到洗脑班去强制转化 而王城被打折了三根肋骨 王城说 他遭抓捕的当天 就被剑三将警方套上黑头套 拳打脚踢 也被威胁要把他活埋 枪壁 活摘器关等 此外 因声援四位律师也被拘留的大陆公民张胜宇等人 同样遭到剑三将当局的酷刑折磨 与四名律师一起被非法绑架的七人 其中三人被酷刑折磨到命危 耸依抢救 剑三将警方的恶行遭到了全球声讨 中国民间以及多个国际人权机构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谴责 同时要求对剑三将事件施暴的责任人进行追责 4月28号 青龙山洗脑班被迫关闭 但与四律师一起遭绑架的七人被秘密转移他处关押 日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再次发布公告 对剑三将事件涉案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立案追查 同时对中共各地仍在运行的洗脑班黑监狱进行全面追查 毕竟有限在导致的关系组织就在有限İM 当这份簧卡的东西兆 쉬评论